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主攻大耳贼 多多难得这次当了一把内奸 流氓云妹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 能攻击 可防守 如果最后真的只剩下大耳贼和多多两个人单条 流氓云妹必胜 好的 多多看到了张松 刚刚开局 张松就表现出了一副狗腿的模样 张松这个武将究竟有多强 别的先不说 从商城的价格上就能看出来 除了佐茨这个老神经病 张松的价格是4500块大洋 这绝对是一线武将的价钱 多多其实是很想入手一个的 有的同学可能要问了 多多不是一直都恶心张松的吗 废话 可心的另外一重含义就是厉害 张松运气好的时候 以六神至少厉害两倍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曹丕装上了加一马 然后什么都没干就结束了回合 马超的目标正好是曹丕 先摸一张手牌 然后一记就杀 直接打掉了曹丕的两滴血 曹丕托管 连技能都没放 可能他认为没人敢动他吧 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曹丕没发动技能 究竟是什么身份 很难猜测 不过 这跟多多有鸽鸟关系 曹丕你最好快点去死 你死了暴露了身份 多多就可以放心的搞事情了 由于曹丕的身份没有猜测出来 后面的三个人的身份也不好猜测 不过好在多多身边的贾许离线了 这个时候搞多多就可以放心的搞他了 收拾离线玩家 是政治正确 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让人挑出毛病来 张松对贾许发动技能 还好是一张装备牌 对于张松来说 作用比较小 如果贾许展示的是普通牌 碰巧张松又有一个诸葛连舞 也许张松直接就能横扫全场了 可能有些同学不信 多多以前也是不信的 但是自从多多满血周泰 被张松一个人秃秃到部区六张之后 多多对这个世界又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 好了 那些伤心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张松捅死了曹丕之后 发现曹丕竟然是个忠臣 真是可喜可贺 只要多多在后面的几个回合表现得狗腿一点 也许张松是内奸的嫌疑就很大了 剑锋使舵是内奸的基本功 曹丕一死 场上的形势立马就明显了起来 大师发动技能 把马超和张松两个人的手牌换了一把 差点把多多给笑死 大尔贼和张松的心理一定在逼血 不对 应该是在喷血 轮到了多多的回合 多多决定要搞事情了 现在主中形势比较危险 反贼有辅助 有输出 强大到爆炸 先收掉贾许 这格能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连上来的家伙 玩杀有点厉害 先干掉他 张松还能苟延残喘一下下 张松对马超发动技能 很不幸 又是一张装备牌 大尔贼这次学乖了 不敢再轻易发动人德了 马超对张松打出一张火纱 张松自己穿的兽衣 也算是自己做死 怪不得别人 不过好在大尔贼手里有桃子 张松捡回一条小命 现在张松是绝对不能死的 张松死了 反贼可就真的不好打了 现在的策略是先干死大师 大师不死 主中永无出头之事 就是张春华有点倒霉 总是被马超收拾 气得他都脱管了 轮到了多多的回合 先拆掉马超的诸葛连姆 这种东西实在太过可怕 尤其是场上有 马超 春花 张松的时候 这种东西就应该让他 在排队里发毛 轮到了张松的回合 对大师发动技能 原来是一颗桃子 这回运气还不错 是一张普通牌 可以稍微刷一下自己的手牌 轮到大耳贼的回合 终于开始给多多发牌了 最后又装上了冠石斧 看来这是想自己收人头了 轮到马超的回合 先打出无中生有摸了两张牌 然后用寒冰剑捅了大耳贼一下 直接拆掉了两个史诗级的装备 大师把多多和春花的手牌交换了一下 没关系 反正两个人手里的牌也都差不多 与其选择多多 还不如直接选择主公来得划算一点 事先声明 春花打出的这两张牌和多多一点关系也没有 张松你要是被小扇子给烧死了 可不能怪多多 运气不错 冰凉寸断失效 先打出五股风灯 这是拯救主中的一次机会 可惜 并没有桃子 不过还有一张五股风灯 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第二次终于有桃子了 还有两颗 张松和大耳贼各拿一颗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这样是不是对主中好的过头了 不太好说 因为当时的情况下 张松的形势很危急 张松死了 基本就没什么希望了 反贼的形势也不算好 可他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师 大师浇灌手牌的能力实在是太逆天了 不把主中扶持起来 这一把很难打赢 在十秒钟之内群横利弊 当个内奸也是操碎了心 张松刷了几张手牌 稍微搞了一波事情 顺便还帮多多刷出了一个称号 受之以余 不如先帮他做熟了 然后再交给他 万万没想到 刘备竟然真的杀掉了大师 反贼的手里的存货 贫乏的超出了多多的想象 形势急转直下 主中一下白白抓到了五张手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让马超只剩下了一滴血 这块大蛋糕让多多有点犹豫了 一边是罗顿的马超 一边是可能有桃子的主中 究竟该搞谁比较合适呢 马超挂上了闪电 那不好意思了 这个闪电绝对不能留 轮到了多多的回合 还是先对付一下张松吧 手里的手牌应该足够搞死他和马超两个人 尴尬了 没想到张松的手牌这么硬 把多多的两张闪给打没了 这里其实多多犹豫了一下 如果掉血的话 是可以留下一张杀干掉马超的 不过反过来想 张松的威胁要比马超大 最后决定还是先干死张松再说 大尔贼收掉了马超的人头 然后竟然仍得给了春花两张手牌 并且贴上了一张乐布斯鼠 没毛病 但是气得多多牙疼 春花的乐布斯鼠失笑 对这刘备一通乱看 多多看了心里爽的不行 大尔贼的行为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活克吗该 轮到了多多的回合 虽然大尔贼不爱多多 但是多多不能让大尔贼现在就死 我擦你大爷的脸 大尔贼不长记性 竟然又把手牌交给了春花 这是铁了心的顽烫到底 打算和反贼联手 搞死多多啊 不过很可惜 春花不吃这一套 而且多多的流氓云昧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搞多多之前 可得好好掂量掂量 不管怎样 多多的行动总路线是不会改变的 先搞春花 然后再搞大尔贼 其实就现在而言 大尔贼是死定了 多多和春花 哪个都不是他能打得过的 一记九杀打掉了春花的两滴血 顺便拖过了一张桃子 尼玛 刘备竟然还在对春花神德 多多有点抑制不住体内的杀气了 我擦 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 粗碎一下 春花这一套伤害如果打足了 大尔贼就死定了 多多手里 可是没有桃子的 等一下 难道多多的计算出现了问题 南蛮入侵一滴血 九杀两滴 菊花包再加一滴 一共四滴 可是为什么大尔贼还剩下一滴 难道是春花的绝情的原因 九杀仍然只掉一滴血 好了 不管怎样 总算有惊无险的走到了现在 收掉春花 只剩下了大尔贼 不出所料 大尔贼选择了投降 总结一下 春花的行为也许会引起争议 但如果春花不是是春花 这一局赢得就是反贼了 可惜了一点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了